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潔道深寒的晚上 今天是凌晨四分,年初一,2004年龍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今年整年都過得情深美滿 我們新年就跟人說新年快樂 我剛才在想,其實要新年快樂這件事也很難 有些困難,首先大家一起過過很多年 我陪著大家,即是你陪著我陪著你就2009年開始 到今年2004年,第15、6年都和大家一起過年 新年快樂,難也難在 你要滿足幾個條件才可以新年快樂 我說新年大快樂,不是小快樂 小快樂可能是吃了年糕,吃了蘿蔔糕 很好吃的,你都覺得很快樂 說著大快樂就是全面快樂 我在節目開始之前就想了一點 新年全年快樂,首先第一件事是有健康 如果你沒有健康,你新年就很難快樂 首先身體要健康,家人也要健康 你心愛的人也要健康 我想人生怎麼都會有一段時間 全部人都健康 第二就是要賺到錢 你有些盈餘,即是那一年,新年的時候 可能給了錢家裡,你自己夠錢買東西 不要說買金銀珠寶,買拍特菲聶 起碼手鬆點買東西都可以 今時今日都不是那麼容易 有健康,有錢交租,有錢給家,有錢買盈餘 這件事也很困難 第三件事,你有沒有跟心愛的人在一起 你說我不用感情的 不要緊,不用感情 有沒有人陪你 朋友有沒有陪你 家人有沒有陪你 你愛的人有沒有走了 有沒有陪你 你滿足了很多條件 現在還有一個外在條件 特別是這幾年 社會裡面有沒有發生什麼 要戴口罩 去哪裡不開 或者有些瘟疫 或者社會事件 這些外在東西 你想想 你滿足了這麼多東西 才為新年大快樂 其實是不是很困難 有時候就不要那麼貪心 有一兩樣 滿足到了 也算了 原來今年都賺不到什麼錢 過完年都可能要 睡得很矮 不要緊,你健康嗎 健康就行了 過完年再賺個份 或者今年不行 離婚 老婆走路 不要緊 你有沒有工作 有工作不要緊 有錢就可以了 再賺個另一半 有時候就想開一點 你新年裡面拿到幾樣快樂 已經很開心 怎麼為全面快樂 我相信人生 人生很漫長 正常來說 你一定有一兩年 或者兩三年 滿足我以上所說的所有願望 那一年應該是你人生最快樂的新年 不知道大家曾經有沒有擁有過最快樂的新年 如果沒有都不用灰心 未來我們不知道 未來發生什麼事 抱有少許希望 一定會有一個美好的將來 所以新年 其實全世界都停頓 就是讓大家一個靜靜地 如果開心的話 繼續延續下去 更加開心 如果你覺得不開心的話 不要緊 過完年之後 重新努力過 給一些心機 給一些信心自己 很多時候 現代 近年 很多時候 香港人沒有什麼信心 對自己 對外面 不要緊 不要看低自己 其實在香港生活很困難 你在香港生活到已經很厲害了 亦都給個讚自己 未來可能會覺得更加好 不要那麼灰心 今天繼續說一些案件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突然之間 可能十幾年裡 有一兩年 今年不要說案件 說其他事情 今年我就繼續說案件 大家顧不到 我說的那些情節非常之惡劣 都挺恐怖的 所以如果你平時習慣了 亦到心寒開電視聽的時候 新年今集就不好了 雖然沒有什麼恐怖的圖片 但是它裡面的情節都非常惡劣 今晚說的案件 是關於 有些人忍無可忍的時候 發生一些很凶殘的案件 發生在中國大陸 特別是第一宗 是過年前發生的 很切合新年的時期 今天說的第一宗案件 發生在2011年1月27日 在一個地方 在河南 河北 河北有一個地方 叫張家厚 康寶縣 發生了一件事 基本上 大劑到 我覺得說這麼多集 極度深寒 說了這麼多集裡面 這個人 如果說他變態 或者性格反社會 基本上是頭三位之內 如果你生了這個兒子 大劑過生林過雲 說真的嗎 生了兒子是林過雲 很嚴重 現在所說的這宗案件 2011年1月27日 我改一個名字給他 叫做過年犯眾僧全家殺人案 真的如果生了這個兒子 是結過生林過雲 真的不是開玩笑 話說 2011年1月27日 旁晚時分 離開過新年 年初一 當時只有四天時間 這個是農村地方 在河北 其實所有人都會回到農村 就是過年 甚至會出去打工的民工 外面工作的人 全部都回到這裡過年 張家厚的康寶縣 其中這條村也不例外 所有人都停頓 就是等過幾天過大年 但是養生口的人 舉例 畜牧葉 養牛 養豬 養羊 都不能停 因為動物要吃東西 當地有一位養羊的伯伯 他的名字叫做阿漢 他好像平時一樣 帶羊去河北外面的草原吃東西 他去的地方也不是很遠 離開他家裡大約三、四公里左右 那些羊就走到出去吃草 吃完一塊就吃第二塊 當晚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都覺得羊群有些特別 因為羊群就圍了一堆東西 轉來轉去 那伯伯也趕著回家煮飯 即是走來煮團煉飯 也收拾東西 沒有理會那麼多 就離開了 到第二天 他照樣帶羊去野外的地方放羊 當時那些羊好像很緊張 很鼓掃地 走來走去 第二天 阿漢就覺得有點問題 走到羊 鼓掃那堆地方看 誰不知他看到羊圍著一堆很黑的物體 這一堆很黑的物體 其實在昨晚下午放羊的時候 天色有點暗 他已經看到了 到第二天他放羊 看得很清楚 走去看的時候 他就很害怕 因為他發現了這堆黑色的物體 當時已經是中午的事份 有一具被人燒焦的屍體 他們看到衣服全部都沒有了 但他從手手腳腳去判斷 有一個人被人放在他放羊的地方消失 他立即很害怕 回到村子 他沒有立即報警 他通知了當地的村委會 當時那些幹部聽到 幫他報警 報警在康保院的公安 立即派了一些人去現場看 大家就覺得很詫異 因為在這個地方 其實人口就不是那麼多 可能整個鎮、村 加起來都只有兩萬人 他們是從來沒有發生過兇殺案的 那些警察聽到有個屍體 一開始都在想 會不會是有些人不想火葬 去土葬 但在土中出了意外 沒有想過是謀殺案的 但當地公安去到現場看屍體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發現了屍體當時挺恐怖的 首先屍體被人燒到不似人形 離遠差不多加50米以外 你都聞到很濃烈的柴油的味道 柴油的味道我叫你聞 你現在未必會知道 當地有很多發電機、農作物的耕種機 全部都是用柴油的 那些柴油的味道很似熱的 也在現場找到一個紅色的塑膠瓶 和附近有很多車輪經過的痕跡 很明顯是一個消失的案件 但在現場見不到有什麼血 也見不到有什麼掙扎 他推斷死者是一個男性 當時案發不是第一現場 他應該在別處的地方被人殺死了 然後用一部摩托車抬去那裡 進行毀屍滅跡 為什麼他這麼確定是一部摩托車 或者三輪車 那個胎痕很幼的 不是那些汽車 汽車通常大家都知道 可能175、180m、HCM 通常有時候去到21多的跑車 23多都有 電單車的胎痕又有很多 當發生了這件事 在這個放陽的地方 扔了一個屍體出來 他第一件事想 這個人殺人的人 應該不是一個慣犯 這個就是放陽的地方 左手邊打了格子 就是那堆燒屍 一堆黑色的東西打了格子 你看到裡面的泥靈也挺多 都是草地 如果電單車還要抬了一個屍體 或者坐一個或者坐兩個人 他押了到草地那裡 就是很深的痕跡 他們從一些胎痕那裡 一流可以推斷到 他去了哪裡 但是這個 在這裡燒屍的人 他很熟悉這個地方 知道這裡沒有什麼人經過 但是又不是一個慣犯 如果是一個慣犯 可能你抬了他進一個深山 挖個洞 你不怕 就埋了他 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這個人雖然他選這個地方 有些癖症 一定有人放羊 放牛 吃草都會被人見到 一定不是今天 明天後日 或者過年 怎樣都會被人見到 他們推斷這個人 很害怕 他殺完人之後很害怕 要在這裡棄屍 可能就在這裡 已經很慌亂地 倒了一些茶油 去點火 那些火未燒完 他已經走了 一直都不理那個瓶 不理什麼 就這樣丟在現場 後來那兩個警探 曾經在其他地方查過一些謀殺案 他推斷這個兇手 應該是附近生活的一些村民 他們從這個地點 就向外一路伸延 那八九條村 不斷在這裡找 那你說不是 都很難找 那裡說了 都是萬多人 就是方圓很多 以及電單車 你怎知道他在哪裏車來 或者他很遠的車來 他找的時候 就找 有條胎痕的一個痕跡 就看一看其他村口 或者那些地方 有沒有一個相同的胎痕 特別去看哪部電單車 有些胎痕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你說有少少線索可以去找 但是這麼艱鉅的任務 都有點難的 他查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康保院 有一個公安 他當時說 我們要一些時間去找 不如你看一下 屍體上有什麼證據 屍體上也有些東西還未燒光 那個兇手扔了屍體 燒完之後 還未燒到桌盡 他已經離開了 當時屍體解剖的時候 找到一個線索 屍體應該被人勒死 然後被人消失 是一個男性 死者上衣的衣袋裡 有一本電話寶 那本電話寶是捲住了 但是有一部分 又沒有完全燒毀到 它裏面記載了有幾十個電話號碼 今時今日還用電話寶 11年 應該只有智能手機 可想而言之 這裏都不是這麼富裕的地方 可能他們用的電話還是很舊式 只有很小的屏幕 因為11年 智能電話都是剛剛興起 已經沒多久了 去到農村 也沒有數據 也沒有食 他們用舊電話 不是很方便的 那時候我們輸入這些東西 那個人還拿著一本電話寶 在身上 那幾十個電話號碼 燒毀嚴重 也很難拼出這些字出來 最後他拼出幾個字 有時候兇殺案是挺邪門的 第一個拼出的字就是段字 段落那個段 一段段 每段路那個段 還有一個標記 有一個字就是寫著三枚 你看到下面寫著三枚 它就只有少少號碼 沒有很多號碼 有多一些線索 比較容易找到什麼 他們在南邊的村子 找到一個男人 名字叫段宗 他就姓段 他就問他 喂 本電話寶有一個姓段的人 他說 你叫段宗 你可不可以提供少少線索 他說什麼線索 問他 你認不認識 有一個人失蹤了 屍體就被人丟到放羊那裡燒 這個段宗說話 就知而不知對 什麼都說不認識 不認識 沒有人失蹤 我都沒有問你 你已經立刻在這裡說 後來警方就很聰明 不過這件事真的 我們一定想不到的 那條段宗說不認識 你又姓段 說話之嫌不易對 警方就在他身上 和在他家裡找電話寶 還有一個人叫三妹 會不會你電話寶裡面 也有一個叫三妹的人 如果死者的電話寶 有一個叫三妹 你的電話寶 有一個叫三妹 那肯定你們大家 會有些恩親關係 於是警方就守段宗的家 也守段宗的身 他就找到有個電話號碼 標註著三妹 就立刻打電話給三妹 那你這麼多人 來問那個農民 他真的沒有辦法 就立刻沒有辦法隱瞞 他1510就說出 究竟死者的身份是誰 你聽到這裡 你會 這個就是他的電話號碼 燒不完的 你知道這些人 都不是一些習慣 好像是因什麼事殺了人 警察聽到都 嘩 什麼叫這樣的人 那個死者原來是一個 惡貫滿營的人 他家人都頂不住 要殺他 段宗說 他說 那個死者 就是我第四個扣子 名叫做劉智誠 知道誰是劉智誠的時候 就去找他爸爸 也找他哥 他那個大哥 劉智誠是那個死者 他大哥的名字叫劉智媛 段宗是他們姐夫 爸爸的名字叫劉玉 就是84歲 一會兒會給他家人的樣子 給你看 這些事情 他就很馬上說 他說我們幾個殺死他 誰殺死劉智誠 他大哥劉智媛有份幫忙 他爸爸劉玉有份幫忙 他姐夫段宗都間接有份幫忙 他說我們三個做 這些家人自相殘殺 這樣的大新聞 正常來說附近的鄰居 或者村民 就肯定會 自己人殺自己人 很殘忍 就開始發生什麼事 大家就會議論紛紛 但當人知道死者是劉智誠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拍手叫好 就來過年就放炮掌 就說 終於我們的村子沒有了一個大害 除大害 真是多謝他家人 全部幾個出來大意滅親 死得消失 死得便宜了他 每個人都在說這件事 就說不要拘捕他們幾個 不要拘捕他們兩父子 以及拘捕他的姐夫 他們不關事的 很慘 記住要寬大處理 所有村民一起聯署寫了一封信 發出所 以及被法院說 如果你們審這件案 一定要了解這件案的案情才好審 否則你們會錯判 究竟發生什麼事 要含家堆壞劉智誠 你聽到這裏 你一路說下去 你會知道這個人是變態到不得了的 原來 這個劉智誠 死者是46歲 他當時死的時候 是單身 未婚 我們看 這個就是劉玉他父親 這個就是劉智誠的樣子 他樣子都很稠 這個就是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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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段宗 段宗就是他的姐夫 他老爸很老 差不多90歲 但因為做農民 身體健康些 吃的東西就健康些 所以看上去就不太老 這個就是他哥 我說錯了 這個就是他哥 劉智遠 劉玉 段宗 這個就是死者 46歲 他是整家最小的 他爸爸沒有怎樣中他 這個人是天生黑 就是天生一個反社會的人 經常欺負同學 對待學校的老師 你想罰他 老師罰他 他老師都不害怕 多次就是動手 嘔打老師 拿石頭拍老師的頭 拿些棍子經過老師 經過他 敲老師的腳 大家就怕了他 學校到 也都不敢教他 他很早就已經脫了學 就沒有上學了 你不上學 幫忙耕田 或者去做文工 什麼都好 從來不做事 留在這條村裡 就游手好閒 好像惡霸一樣 沒有東西吃 沒有錢 就偷村民的財物 你整班村民 通常都是大家 威威威的 不要說朋友也好 有事也叫守望相助 但這個人不是的 他偷別人的東西 別人跟他說 搞錯阿成仔 隔壁鄰舍的東西都偷 他就拿棍子在你家門口 嘔吵你 大家都怕了他 跟他父親說 你管教我兒子 他父親 他十二三歲的時候 他父親和大哥管教他 他還會聽一點 到大一點他根本完全不聽你說 父母、哥哥、姐夫 全部都不聽你說 總之你一教他 叫他不要這樣 不要偷偷那些東西做 他就瘋了 他就瘋了 大一點坐頭 哥又打老爸又打 姐夫又打 爸爸媽媽 就是那些家臭不出外傳 有些時候被他打到斷手斷腳 都自己治好了 就不敢說那麼多 而且他因為沒有錢 這個劉志誠經常問爸爸拿錢 有時候會偷了他老爸的保險金 有些社保金 例如一年有一千幾百元 全部被他偷了 偷了你沒有錢給他 他就打爸爸 打媽媽 曾經 跟著你講出來 聽到都會心想 有沒有這麼瘋 那些村民說 親眼見過他有一次 拿了老爸的電單車 因為老爸不給他 哥哥又不給 姐夫又不給 他就把老爸拿著繩子 綁在一輛電單車後面 然後拖著老爸在村上慢慢游 即是老爸在那裡點 在車尾上綁著老爸 綁到沒多久 拖多兩拖他老爸 七八十歲 八九十歲 頂不住 就暈倒了 那村民幫忙擋住了那輛電單車 就幫他解了他老爸出來 他老爸當時已經是遍體鱗傷 這個人已經要錢的方法 去到遍體鱗傷的地步 當時他媽媽更嚴重 他媽媽也有被他打 為什麼他要這麼多錢 原來他要錢滿足他 他喜歡去別的村子賭錢 什麼都賭 排狗賭 啤牌賭 還有他有嫖妓的習慣 他爸爸做農民 在河北這個地方 賺得多少錢 當然不夠他花 兼且他們喜歡儲的錢 給兒子娶老婆 儲了一萬元 以他爸爸的財力來說 那一萬元是很多錢 當然被他偷了 也去拜了 他兩個父母對兒子管教不到 趕他就趕他不走 自己有沒有錢搬走 也不知道怎麼辦 去到一個很困境的地步 有一次 劉志成就知道爸爸沒有錢 然後他就打爸爸媽媽 打到鄰居都知道了他爸爸媽媽被人打 有時候會幫忙救他爸爸媽媽 又或者會報警 因為他想打爸爸媽媽 你生他出來 又沒有錢 就不想讓他知道 就把爸爸媽媽鎖在房間裡 封了窗 然後沒有人看到 他就虐待爸爸 這樣打他 打到他們沒有錢的時候 還有媽媽 這裡好像之前 他們求情的時候 說出來 劉志成就打到媽媽 因為媽媽都80歲 打到媽媽失禁 打到媽媽失禁之後 他就不單止沒有停下來 還跟他說 喂你自己搞錯呀 還要喝回他 還逼他媽媽 喝回自己失禁的那些 他媽媽自從這次被人虐待的時候 就已經激到 你被兒子虐待 就被人激到精神失常 他媽媽最後臨死之前 已經去到一個精神失常的階段 不知是否被他打死 還是自殺死 他媽媽就死了 只剩下他爸爸 跟他一起住 他媽媽走了 他爸爸不斷被他虐待 哥哥和姐夫 有時候都不敢過來幫忙 鄰居反而 三番四次勸 他爸爸 他就說阿玉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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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村民 說回事情出來 有跟有強的 這些村民 這些就是他們寫的信 這個 這個 劉玉 當時 都說他 清官難審家庭事 他說你報警的時候 都未必有用 還有他混了他一兩年之後 他又放出來 都不知道怎麼搞 他說算了 你們不要管 那些鄰居當時就管不了 但是去到有一次 就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 令到他間接 劉智誠 就被他 老爸 哥和姐夫 就間接 打死了 事情是怎樣 原來他就沒有錢 劉智誠 就問他老爸拿錢 那麼他老爸真的一毫子都沒有 十元都拿不到出來 已經 平時吃的那些 只是拿些種田裡面的番薯 吃剩的東西 就拿出來吃 你再問他拿錢 他給不到 他就拿了一個床頭 很大的床頭 就回去追過老爸來打 那些人一看到 你床頭這麼大 放在你老爸那裡 你老爸哪裏頂得住 鄰居全部就叫所有人出來幫忙 甚至乎 叫他女婿 就是段忠 警察找到姓段的電話簿 那個段忠出來幫忙 鄰居和段忠 一起出來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要離開 他離開的時候 他就說一件事 他說 你沒錢而已 大哥有錢 他說 你問致遠拿就行了 致遠有錢 他老爸死都不肯問他大兒子拿錢 到差不多想打死他老爸 段忠也說 你不要外父 你不要在這裡住 我和你一起搬去大哥那裏住 你去大哥那裏住 起碼他虐待不了你 他說 有時候我救不了你 救你 他真的拿個坐頭坐來 你真的會死 他老爸留肅想想 不如去大兒子那裏住 離開了房子 就去大兒子那裏住 誰不知 他知道他老爸走了的時候 就開始發爛炸 那這個 劉志成發爛炸的時候 就拿了些坐頭 拿了些東西 就去了大哥家 大約11點多瓶 喝點燒酒 就馬上踢開房子 踢開大哥那對門 就問老爸 喂 給錢啊 沒有錢 可能生孩子 沒事吧 給了你沒有錢 大哥說 老爸的錢給了你 一猴子都沒有 你要錢出去找工作 我找什麼工作 然後一個坐頭 噗一聲 坐在地上 磚頭都爛了兩個 然後走過去 一拳打到老爸 落了地上 然後他坐在那裏 一走就沒有錢喝了 已經喝完了 就抄了大哥用來拜神的燒酒 拿大哥家裡的燒酒 拿出來喝 然後還叫他老爸 叫他老爸叫自己做四爺 幫他爛酒 他老爸整家都好像不夠他打 然後就逼於無奈爬起來 幫他爛酒 他說爛完你就走 你不要在這裏搞事 他老爸針完酒 就一腳踢到他老爸的胸口 然後段鐘和劉志遠 姐夫和大哥 看到真的不對勁了 就走過去按住他 就是升了他幾下 升了幾下 他不能打 這個人去到一個 喪心病狂 謀害家人症 去到 就立刻入廚房 拿了兩把刀 一左一右追斬他們三個 就是斬他老爸 斬大哥 斬姐夫 那三個人就躲在房裡 拿著門頂住 不要讓他斬死 怎知道他斬了一會 不知道是否因為發酒風 喝完酒 一聲就掉落地 他掉落地之後 他們三個機不可失 他都瘋起來 瘋到變化了喪心病狂 無定向風 殘害家人症 立刻拿一雙大麻繩 打算綁住他 綁住智誠 準備綁兩綁的時候 他又還拖 他老爸捏住他 突然之間 劉智誠當時還在說 今天不是我死 你們忙 如果今天你弄我不死 明天我全部殺死你們 你們全部都要死 他老爸知道他兒子性格 就瘋了 即是犯了喪心病抗症 如果他真的想想 他拿個坐頭打自己 叫我賭酒給你 說自己是四爺 都已經瘋了 於是他老爸想想不對勁 就拿一條繩子勒著他的頸 越勒就越勒 越勒就越勒 於是三個男人 一個按手一個按腳 老爸就勒頸 把他勒死了 到他老爸鬆回繩子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 那三個就你眼望我眼 喂 勒死了他 那怎麼辦 你瘋到這樣 都沒辦法 去到這個位置 那不如 扔掉他出去燒屍 他說今天這麼晚 我都駕不到車出去 明天才燒 可以嗎 那好吧 明天才燒 就把他放在竹坑上 先把他放在竹坑上 明天就去放羊的地方燒屍 我們稍後回來 究竟他們還有什麼說